好那一个我们继续画我们的就这个hoster上面细节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先导一下一个小圆角啊 这个圆角我看一下导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我看一下1可不可1 1米小点大我们导个0.5看一看 0.5啊0.3吧那就 0.3好像看着差不多啊 我们就导个啊 0.3吧那就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有三个实体反正就每个实体然后选一下呗 啊啊这个0.3明显太大了啊那就没有关系 我们就0.1啊因为他有时候 啊不是90度角的时候吗对吧 他的一个对反正就是会有个偏差 因为这个不是完整90度角 所以变化的时候不是按理想象中那样子 那现在看有点缝隙反正没有问题我们这样可以 我们这样可以啊这样倒这个角就可以了啊 因为远看也看不太出来这样子 啊而且的话啊真的没影响不是很大啊这个东西啊 然后一二零如果只有像这种就是说啊 影响不是很大的就还是导个0.3就90度这种啊 好把另外一个给倒了啊OK 然后呢就差不多吧下面这个就这样吧啊 呃对防卫不知道怎么画好 那个在那下下来的时候我们把另外两个实体先给隐藏一下吧 可以吧没有问题吧这个 呃对啊两个body啊一个 然后两个OK 然后就隐藏一下 然后这时候上来的时候我们找一下哪一个这次画用哪个面画啊 呃应该是print2 是print2吗啊不是print1 对好 那个我们print1 然后那一个sketch一样那一个导入一下 一样导入一下我们上次那个图啊 就是之前那个tombs 然后sketchtombs sketchpicture 呃就导入一下这个图对我们哪来 呃对开这个孔啊孔里面这个东西我就不画了 像这个我就我就不不去画了 如果你们画我我通常是这样子 我是用弯弯的话因为我画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一个怎么讲的 又要画到这么细的话啊通常我也会画那么些 但是我通常弯弯才会 那sonyers会画一些表像像像这个大体我会用sonyers画这样子啊 呃然后再下来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吧 可以吧 差不多 然后我们按shift让他往按着对让他往另外一边旋转 反正呢这样子我们 呃放一边为什么来看他多大而已啊 然后这时候需要一个对画个中轴啊 画个中轴是啊 其实你没有懂就不会不会减法 这样子一个东西我们做的是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先好那个拉一个方形对吧 那通常然后测的话我是怎么测 那我就这样子画一根线 那再点这个smart dimension 然后拿下好39点多那也就是说 我们给一个4好爽一点可以吧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看一下啊 那sonyers的话反正我知道是这个画图 因为啊我本身是用vino比较多的 我我一开始学是学那个也也呃 那个什么破1的我一开始就是好100 那这个我们就160和42和那个啊什么就40啊 长度160 然后先来个160 然后这一块宽度先来个40 好长度宽度我们都定义了 那我们先那个拿这这时候你看他是直的 你看他直的直的哈 所以这是我画方形啊哈 然后这时候吧就跟这个点啊 然后middle point啊啊不用middle point啊 就说他是终点对终点是吧 那我们选择选这个点吧可以吧 然后选择 呃对反正就好像没没办法是吧 没关系啊 反正就这个我们先拉回来啊 再来一条中心走呗反正 反正这样用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可以这样画啊 这时候我们再来点一下这样的线 反正这两条线已经那个绝对定义了吗对吧 然后我看一下啊好的 看来middle point还是不能用了 看来要完全正宗手探用那个mid point mid point呢不行呢 constant呗对吧我们就这样子啊 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先倒一下圆角吧可以吧 呃看一下这些死 10不知道够不够 10明显明显不够了这么看看15 呃因为通常都要看旁边啊 那这么看15好像有点太大了 13那13吧可以 ok 好吧 看来中间不能改啊没事我们再倒一遍 因为保证这有点值的啊他这个房 有时候你懂拍照呢镜头大小不一样 然后导致你很难碰到他这个是指导弯的 毕竟没有那个实体案板这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中间的房这个我给那个10吧 但正常就画产品不会那么很难这么规整了 我还真没画过什么1220这么会长都是小数点后面两个位的啊对 哎呀行那然后要做一个事情你们都懂得对就是一个镜像啊 啊或者我们另外一个方法来做吧呃 诶 exclude cut对吧呃 for both对吧两边我们都那个 然后看到哎这个我们剪掉了是吧那剪掉的时候啊对哦抽壳对吧 shade啊show show我们这次这个这个三就可其中的二应该是够了 ok 所以哎不是控制加外呃我我点错了啊这样睡但是呢我们需要把它对往上挪啊这样子简会比较好一点啊 然后这时候一个三肯定不够了这样子我们给他一个二 我这是刚刚本来那个倒角啊反正就一块片这个没有办法啊 然后就这样子啊打了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已经剪了出来对吧 啊在下来我们给他镜一下啊好像没给你们做过一个是这样子镜像啊 然后找回去刚刚那个应该是plan2那你看到可以下这次可以给你们展示一边 就是说用这个feature就用这个呃操作功能然后进行一个镜像 那通常的一个用的话我很少用线我用基础面比较多 如果是功能性的这些啊一个按键的话对的好 然后现在就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先把那个所有的一个对 这样子下哎你看了其实哎这口已经出来对好像是不是这个大体画起来比较吐血 但是后来那个基础面多的时候吗你会发现对就慢慢的这样子画出来了 好然后我们现在下来嗯哎刚好 偷车然后这个什么偷的好然后刚好往下拉的时候吗 你看到这里这里叫啊我们往下拉啊刚好有一张这个刚好需要他没问题 我们就直接下载这张吧没有问题吧哈那个另存图档可以吧 save 哎然后这时候吧我们就要这个rightview啊 right又是啊然后我们这边吧啊这边这边看着比较帅啊 啊再下来sketch一样插入图片对方就是很限制性很大嘛 所以有时候你们觉得算是很不好学就是不是说他这样就不好用而是说他的工序 比较复杂啊但是用习惯了你会发现其实呃 呃当然前提是你不是做你是做设计啊你如果你做工程的话那那 我建议还是说你你啊建议还是说怎么样就你用一套会比较好不要这样子用两套混着用 因为很容易出问题啊然后你现在看其实这个曲面啊我画其实有点已经有差别 你看这个圆角不顾搭懂了吧那这些东西反正你们可以自己去调整得会那个步骤回去的时候就调整 因为我以前学那个soniverse tutorial的时候嘛反正就是有一个问题是呃呃怎么讲就是说呃他自己都就说有时候会那个怎么样就是说步骤有时候他你按照他那个曲线来做基本上呃但有时候那个曲线你还是做不了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存在啊 因为那个你取绿他没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我先定要这样子一个曲率就特别就我我意思是指那个什么自由曲线那个部分啊 然后这里先给个80吧可以吧80然后这里再给个多少好了 买1313肯定不行了13的话13的话 的话我觉得看一下13肯定不行了18啊10会好一点然后打一下勾啊 嗯八号十好像看起来应该没那么大其实 呃对然后画两个圈啊那这两个我看不到后面那个我就我就不要给他80吧我觉得呃 对我往下拉低一点吧这个因为这个我真的没有那个样板啊我真不知道他这个对那这么看应该其实会比较到位一点了 然后拉高点稍微拉高吧这样子哈 然后把这个线给那个剪一剪啊多的线剪掉剪掉 呃对有时候看这线你们自己很小心很小心的看到啊 就说有时候把插那么一点然后说哎行啊不要把插一点啊有时候东西呃有些东西吧就是说不是说的那个有时候不能说呃特别学东西吗 你不能想一个完成度问题你肯定是说啊 要想一个东西要做多好啊这个是啊这里反而我上多了反而不影响啊 你反而可以继续画啊这个印象不是很大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下来五啊再标注一下一个五这边反正然后这一两条线我们给他一个一个一个就给他个箱的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再下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作品给他一个定义吧可以吧 哎再来一遍 有时候就是不会没有选上啊 哎呃那就直接这样子呗 零零点哎哦我没有选到 一百零八呀我们几百零九吧高一点吧哈 打一下勾啊再下来我们画中心中间这个圆啊 好这个圆我们来量一下他这个大小可以吧 哎对 嗯 啊50啊50是吧那就50吧 那我们来个先给他一个 然后啊来个50吧再开个大一点的50啊 你看其实我现在两楼跟这么话已经差别比较大了已经是 啊再下来50就50然后再下来就肯定中分了这个这个正常啊 这个看一下多少这个我估计我估计应该是 看下大概是死了反正就看这个比例的话 哎每次没有点到总是 这个好像有点啊15吧有点太小了这么看 嗯是我看起来差不多啊 距离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啊 差不多这个45吧可以 然后这个圆 然后这个圆点上我们选那个镜像来 来 哎不好是 没有啊不好啊这是我经常忘的东西啊 这时候其实你们要懂了我想做什么对吧这个东西给剪掉啊 呃这边一边 然后另外一大圆圆图了这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到对大圆圆图25个那够了应该是可以全通啊我们只要通一边就可以另外一边就不用啊 对哎这样子好啊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孔还有后面这个我们开完那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些小件给补完那这个模型算是啊完成了啊然后我们就继续啊把后面这个口给开了让我上完找一找有没有一个后面的这个口因为现在看到前面这个后面这个的话没有的话呢他就只能说自己大概看一下那个 啊样子还自己开反正说测试然后看到一点是吧那就 然后那反正就高度反正就啊差不多吧那我们还是试一下吧自己开一下啊那就一样我们再一个 啊white spring我看一下我好像我没有做过因为一些做已经有点多了那个什么就是步骤已经开始记不来了啊好然后就拖拖过去大概 300吧啊不300行啊也行反正就只是想要一个大概这边一个基础面啊啊然后就下来sketch sketch以后拿这个可能要需要反复修改好几遍好几遍的那另外有一个我们需要把这个给隐藏掉啊 对这样到时候剪的话不会剪到他啊反正就一个我怕剪错了到时候这样子一个情况 呃一样那可能就画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画一个快线啊 再下来我们需要一个中心轴 找一个中心轴好 好中心轴画完以后呃这时候我看一下尺寸啊 okok以后我们再导圆角啊呃这里是 那个97是吧98那就 然后下面这一块直接给他设个角度吧 我会过去看一下啊这个好像是完全弯的就看就看这个这么小小的啊反正接近全弯的可以那就呃 七十吧 这边也是七十吧那些我反倒是弄圆角那么大啊 七十 ok 那叫高度的话我觉得就或者我看一下他这两个线能不能 我还是等矿定了可以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点跟这个 我们这个 啊看来也看来不行是吧啊那就这样子这个点跟这个点我们设定是45 那就是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设定了呗 那没办法啊 那再下来这个OK 我们就怎么去设定它这个位置 这样吧 那就挪到对中心啊 我们就这样子来设定它啊 怎样好 再下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明显就高度肯定不是我们需要的 那这时候上次肯定很高了 那我们要改个15好吧 改个15啊 开下透明模式 我看一下后面那个 哦 好像貌似是差不多这样啊 貌似是差不多啊 然后就这时候我们导圆角吧 刚这时候就可以打反看 10好像肯定不够了15 好 是我那看起来差不多啊 然后这时候导完就圆角以后啊 打勾我们sq cut 就是对 然后direction2啊 不要把它全挂了哈 那我先去 然后另外一边20啊 把你们到时候这边反正都可以拉啊 都可以这样子反来拉啊 好 那这个我试一下 从一个 wisewise print肯定不是top 我从top这边看了 看一下啊 不知道啊 from 好 能看到一点 那算是ok的 这样子一个形状啊 这个形状还是ok啊 行 那好 那一个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一个已经剪完了 就所有的口 那我们先倒回家吧 可以吧 呃 对 那这里 点个10 10 肯定太大了 我们只要应该1就够了 把0.5吧 好 可以 那就把剩下一期给选上 好 那再选上剩下上面的两个口 那这样子就ok了 那这时候我们开始把多呃剩下的东西给补了 对吧 就说多 就说那些按钮什么的 对 那这时候也是我们最痛苦的一个部分 或者应该是说最麻烦的一个部分吧 那我们先这样子先储存一下 那储存以后 我这个文件是就就在桌面上面叫123 那这时候我再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就叫一个223吧 然后一个323吧 对 那这样子这个我们先收到最底下啊 然后打开223 我们先把后面那个托盘那个部分给补回来吧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先把多余的一些的部件给删掉啊 把剩下两个剑给删了 好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剩这个块了 呃 对啊 看一下 哎 不好意思 对 我们就先那个body这边啊 我们不能直接删 直接删的话所有步骤都没了 那这样子delip and keepbody啊 对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样啊 另外一个 我们要这样选啊 ok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会看到对 本来这些口又都在了啊 对 刚刚那个是对 刚刚那个 呃 很久 刚刚那个步骤是无问题的啊 反正是我的错啊 说白就是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 我们这个草读 呃 后面那个托盘嘛 对吧 呃 我们不要merge result 我们这时候等一下啊 呃 刚刚在这这块是我们刚刚剪的嘛 这个草读是认的吧 那我们呢 就不要这个 呃 我们就不要这个减确功能 我们就这样子 改成拉伸的 改成加啊 但是不要组合成那个 呃 面啊 这时候呢 前和后 我们都拉到一块啊 拉一块出来 好了 拉了一块出来以后 我们选择这个insert 呃 然后feature combine 两个都选上 这次我们选common 选common打勾 打勾 然后 ctrl s 储存啊 然后这时候把它关掉 那二二三其实就是我们后面那个片 其实你们就能看到 然后他现在拖进去的时候有看到 try to make uh divide part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门一开个分 呃 就是分开键 那你会看到 对他不会 你看我现在整个块 他那个小片一直跟我鼠标 对吧 是离的挺远的 那这时候反正你们就这么挪啊 像我这样子放的差不多位置 然后直接一按 然后这些反正就不用管他 因为现在放对位置了 如果你没放对 就像刚刚他上面那些什么tangent了什么 你再给他加一个这样子的数字啊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圆角什么先倒上 为什么这么讲啊 呃 怕到时候弄乱了 或者忘了哪一个部分这样子啊 然后打个圆角 反正这里会有一个小口有点丑啊 但这么细 反正也看不出来啊 那这时候要干嘛呢 就是说对 你有四个玻璃先把储存 储存以后关掉 然后我们试一下一个东西 二三不要 再打开一二三 那你看到 对同样一个问题 对 啊 所以呢 这时候该怎么样 应该要重新 那我们再试一下一个重新重新的一个 重新储存啊 先环游回去啊 对 你看又回来 但我们试一下另存一个呢 说是应该双 penetra 嘛ици di Juno 啊 而且也,,我回来 说的 这时候应该就这样 save呃 interview啊 那我们再ceğim 零卖宾名寸啊 然后一二三一 好 这时候我们试一下啊 再来一遍 哎 可以了 东西都在了 你看到 但是有什么问题了 对这个component的那个你的步骤就会没掉 但是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能懂吧 好 那我们继续 那一个323 就是那个第二个文件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前面的这几个部分 对吧 那反正我们继续开始画 一样 这两个我们选一下body上和下啊 这两个我们直接选delete body啊 反正打勾 打勾以后 然后其实后面的圆角 圆角要留着啊 我们这时候选择 我找一找 就上面回去这个 这个口要找一找在哪里割的啊 这边不是 那应该这个了啊 你这个对就ok了 红抽加8对 那这时候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口 但是呢 哎 先这个 这个好 我们就不要这个就把这个给删掉先啊 删掉以后对吧 嗯 这样子 然后我们拉伸一下 对 反正还是一个 同样的方法了 很简单的 不会很复杂啊 太复杂方法 我也不会用的 这说实话啊 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但是算是应该你们画到这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很煩躁整个人 就是不要merge results 然后这时候这么多个整体 对吧 然后我们就找一个也是一样 insert feature 然后combine common 呗 哎 奇怪 整两个吗 难道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哎 对 先储存一下 那就我试一下是不是整两个 那整两个 因为有时候很多问题 我也是现成看现成解决的啊 一个 两个 啊 queen selection 啊 第一个 第二个 好吧 不能选上它 再来一遍 queen combine 然后body 全选 五个 common uncreate single body common 好 那应该是 对了 吃一下 哦 果然是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先储存一下三二三对吧 然后就 那就储存四片别 比较麻烦 对 就是 啊 好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步骤给那个做完 那我这个步骤我觉得应该就可以加速了吧 好吧 我加速一下 5个小块 103 好的 那所有东西已经导入完毕了 因为点了save all嘛 记得点save all 那时候东西都会储存在一起啊 然后你们不放心的再另存一个呗 对吧 好 那个一样 然后这些零件 我们还是一样给他导个导个角线啊 0.5太大了0.2吧 那就因为这个对这个反正比较小 他那个体积啊 好 然后这时候0.2 那当这一部分你在修改的时候就很突选啊 你应该能感觉到 对 但是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那个什么固件里面 只能这样子 但是我没有别的更好方法 这很实话啊 而且这样子做的话怎么讲呢 还有一种呢 其实不用像我这么麻烦呢 就是说你中间留一个很细的缝 就是一个原件 然后画个非常细的缝 然后把它分成两个件 这样子会简单一点 都行 只是说这个方法就是说最麻烦 我觉得这个方法交给你们简单的一定没问题啊 因为你们其实也可以 比如说现在这样子 然后这个环 我开条很很小的那个缝 那你看一条那么小缝 我觉得就其实也可以很小缝 肯定还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他用会分成两个键 对这样子做也ok 那像现在这样子 我其实我现在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view我画一下啊 好前面的 那我可以这样子在这个草图啊 开这个洞啊 我先开好这个洞一下啊 呃 这个洞反正就是多少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就这样子不要死了啊 反正就是小一点不要太大啊 反正就是实态 你说我们我们二就可以了吧 应该好二 然后二以后我们剪掉啊 就这样子这边的一个点击 对 反正这么才就拆掉了 后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不知道要说啊 还好 还好 没有 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这么才我们介绍编辑写出来了 让我们再倒一个角 其实你看现在的步骤已经非常多了啊 那所以通常到后面一个通 所以通常步骤 顶多就改一下圆角 但别的东西几乎不会改 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那像一个小银角这么一改 其实啊 再下来我们把那个这个的话 我们可能是网上画个小块 可以吧 就画顶多就画个小块 或者其实他肯定是啊 不是 这个在感 我们先把这个感给画了吧 这个感还是很重要的 ok 这个感在我看一下 我对 我真的找这个平面 ok 那找 然后这时候看一下那个透明的去啊 为什么 因为你们懂的啊 好 那这时候我们 我就直接整个一起画吧 我就不那么麻烦的说啊 又再分两个键 我觉得这时候你们看应该是很突血了 对吧 然后现在这个球吧 我就大概看一下这个大小吧 可以吧 我觉得你们不会很在意吧 这个这个小问题啊 呃 我觉得20应该差不多了 呃 再下来的话就 这样子一个反小球的话就这样吧 再下来就再一根啊 呃 然后呢怎么样两根平行 平行 平行以后给他一个对 呃 这时候给他设定的关系就是反正就这个垂直的意思就反90度角一次啊 这个 然后再下来 再下来的话反正就是啊 对 再来一条那个什么中心轴 对 其实就是你们懂的 我就这样子旋转一圈就算了啊 然后刚刚那个其实我忘了多少 中间开那个口好像我是在曲线的 那 那讲反正有时候就是你记表那么多的数了 所以通常其实也不会问 如果真的是怎么说 即使很多时候你工作上面去问嘛 对吧 问这个数字多少 其实很多时候都要回去查啊 几乎都不是很确定 都是要直接就很多时候三立模型嘛 就在现场上面 然后就一起看看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然后就拍了啊 反正就平行的 对吧 那平行以后那可能就 我们这边就给他设定一个尺寸吗 对吧 那可能二 那我们就设定一个二呗 对吧 那是另一个二应该是ok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一个旋转 我们看一下啊 整个效果 行吧 大概这样子吧 可以吧 要求不要很高啊 还行就这样吧 干脆就你们自己可以再调麻烦方法给你们说了啊 然后再下来 我们画一下这个小定啊 小定的话 我画下这一个 这一个 它这里是渐变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图啊 好像是渐变的 然后哎呀 不 有时候没有那种超级放大那种图的确挺难看的 看得到的 你看这个它是一个渐变 然后 所以这里是分成两个键吗 我不是很确定啊 这里貌似是两个键 两个键的话 反正就是行吧行吧 那就很简单啊 呃 我们的话点又是啊 right plane 然后下来 对 然后 sketch 点下小图 按两下 control 加8啊 两下 control 加8的话 主要是为了说啊 对 就是那个方向问题 然后2mm 的缩小 呃 还是还是大一点啊 3mm 吧 然后打一下勾啊 然后这么看应该是差不多 然后这时候 退出炒毒 你点一下 curve 啊 project curve 啊 project 这个面上 好 这样子 哎 你看到是不是上去了 对吧 那这时候 当然 其实这个圆应该 你看到这个圆角很大的 我这个画小了 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改大一点啊 反正就是可以慢慢吸调嘛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啊 那我就不弄那么多了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主要的我还是那句啊 啊 就是说啊 对好 那我们这个投影完以后啊 我们试一下拉伸 嗯 然后你就发现对 没有办法拉伸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就有问题 这时候你说我再画个大一点的 画画个前一点的 放soniverse里面 你里面在对位很麻烦 就是说你再弄一个复制一个这个 然后再推进去 非常麻烦 那有一个方法比较快 但也不影响你一个外观表达的 是这样子 点这个 呃 线 对吧 我们投影这个线 然后点 也不用 其实点上fitty sketch fitty sketch 之后点 哎 不好意思 点错了 哎 点我这条线 然后点那个这个conferentitus 点了以后 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 这条线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这时候需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先要把我们的这个 啊 大的对大的这个先隐藏一下 大大的body 呃 对 然后这个body 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把 另外的一个body给删掉 反正等会我们可以进向过去啊 直接就进向过去那个 啊 我找找找啊 对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给delete 直接就deletebody 对 你们看到反正没不影响啊 啊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点这个线以后啊 我们已经点了conferent 好 那这时候点那个feature 点feature以后 然后你会发现 对啊 拉伸 但是还没有那个黄色那个预判 为什么你看蓝色这个部分 他算一个你那个拉伸的角度 那反正我就向前 我就我就很紧 我就很直白上前啊 然后我点那个反方向 反方向的话 反正就是啊 选那个 呃 我看一下啊 呃 反正就是啊 反正没关系 这点那个5吧 你这边1就可以了 然后5 5啊 这边5太多了 是吧 那就来个1 啊 突一点 突一点 可以了 突一点啊 然后有看到 对 好 那你看到拉伸完就这样子了 那拉伸完以后 我们这样 呃 把这个给 外面这个圆角 我们偷偷给改一下 好吧 1.5应该可以吧 反正就1.5啊 呃 对1.5 可以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 再加一个小圆角 这边再给他一个啊 反正就这样子吧 对 行吧 但是你看他 反正他不写出来的 那反正我们就不画写出来 我们纸出来吧 反正外观上面不是很影响啊 如果你要写出来 反正就在 你只能说 我在那个面上面再调个基础面啊 反正那个也可以啊 都都行 画法反正都一样啊 然后这时候反正因为这个东西反正就这外观的话 画起来就很很轻松了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那个多余的东西地方给 呃 那个什么就是修出来啊 然后这个片我们也做完了 那我们可以说 这时候好像有点小 你们会不会觉得 那就有点小 那可以这样子 Ctrl加8啊 3有点小 我们可以这时候再 呃 改一个那个什么 呃 1.5 我们试一下1.5会 1.5吧 好像好一点啊 那我们试一下 咦 哦 可能超速到圆角了是吧 嗯哼 这哪块出问题了 让我看一看 这块出问题是吧 我就下巴高 哦 那就说不能1.5了 因为超过到圆角 它运算不了了 你这么看的话不定 二吧 应该是刚刚好了二度啊 啊对 你看这次这样子就刚刚好了啊 反正就超过就这样子 那我们一样 然后现在有两个稍微有这个稍微波点对吧 那房上面那个我就不画上面那个那个花太费时间了啊 啊 呃 这时候把这个试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实体镜像吧 啊 然后找回去我们的那个对这个 呃 pen 2啊 然后镜像过去 啊 对 那按链算是完成了 那现在就差两个东西对吧 啊 logo 我也我也就不画了吧 我就画这个 还有那个后面的这个托盘啊 换这些这个模型 我觉得就算那个结束了好吧 嗯 嗯 啊 啊 啊 谢谢大家